hello大家好,我是木子,我就是那个只说真话的美妆博主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非常的特别 是我这个标准的离形身材博主的第一期春夏穿搭分享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风水轮流转 估计我骂打死都不会想到 从小到大都被他骂吐憋了 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分享我的穿搭 还是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有粉丝了啥都敢拍标准的咸鱼翻身 在正式开始分享穿搭之前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材以及我的穿搭原则 首先呢我的身高是1米70 我的体重是差不多114斤的样子 这个体重不算重但也绝对不算很轻了 视频看到我有说我是一个标准的离形身材 我的上半身是超级瘦的那种 可是我大部分的肉都集中在大腿和胯这个位置 而且虽然我身高有1米70 可是从我的身高比例来说的话 我的腿不算很长 所以我的穿搭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显腿长的 因为一个1米50的人腿不长 你还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一个1米70的人如果腿不长的话 其实才是真的难看 并且在尽可能的保持显下半身长的情况下 要显得下半身瘦一点 我的穿搭原则第二个就是分享给大家的 一定都是穿得出去的那种衣服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衣服相较于其他博主 可能会显得稍微日常一点 而且因为职业的差异 像我们这些人的工作其实比较特殊 就在镜头前可能会专门去配件那种比较鲜艳的衣服 但是那些衣服给了你们之后 你们可能上班上去根本就没有办法穿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看第一套 第一套的搭配是牛仔外套 然后里面套的是一个黑色的针织背心 加一条长的剥点裙 这套真的特别显瘦 而且特别能遮下半身的肉 像这种一层一层的剥点裙 是能够完全掩盖你下半身比较胖的缺点的 这个牛仔外套其实是这个搭配的灵魂 我特别选择的是一件今天很流行的港风的牛仔外套 它是一个很短板的外套 你仔细看这个牛仔外套的长度 其实是不超过你腰的这个位置 而且我特别选了一个颜色比较泛白的 反正整个一套搭起来就是比较青春有活力的感觉 然后你再配一个浅蓝色的小包包 哇出去之后简直就是春日街道上那一条最靓丽的风景线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牛仔外套今年还很流行一种搭配 就是里面搭配碎花裙 但碎花裙我没有买 因为我的确看到市面上有很多人穿的碎花裙 真的非常像抹布 所以碎花裙买不好的话很容易踩雷的 就不如剥点裙 剥点裙你买来还能踩什么雷呢 剥点就是剥点啊 我今天搭配的是一个运动板鞋 但是我比较建议你们日常穿的时候可以穿白色的 帆布鞋会更好看 就很有那种街头的感觉 这套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就不管你身材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买的 第二套其实就是我现在身上穿了这一件粉色的针织衫 搭配一个白色的半裙 大家可能会想说腿粗的话是不是不太适合穿裙 但其实我想说腿粗的人穿裤子才更有限制 你就只能穿那种裤腿裤 或者是反正就非常宽松的运动裤啊之类的 你只要穿牛仔裤是会完完全全暴露你整个腿部的缺陷的 但穿比较适合你的裙型的话 它其实是能遮住你胯部那块的缺陷的 像我这个裙子它其实是属于那种A字裙 会有一点点裙摆的感觉 相对来说就不会显得你的屁股大 也不会显得你腿粗 那我选择裙子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就是一个喜欢穿裙子的人 这个真正衫是H&M打折的时候 买的只要70多块钱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的颜色就完全不显脏 也不显土 不是那种死亡芭比粉色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看的肉粉色 上身之后就非常有春天的感觉 而且也很显然白 反正这套就不管从颜色啊 价格其实都让我特别满意 第三套衣服其实在之前 那个抗糖化的视频里面有出镜过 下半身不多说 搭配的依旧是上一套的那个白色的短裙 上半身呢搭配的这个浅蓝色的针织衫 跟刚才那个粉色的针织衫是一样 也是H&M打折买的 这个外套其实我选的特别满意 是U2的 因为其实去年和今年 小湘风都非常非常的流行 但小湘风它其实是比较偏职业 偏成熟一点的嘛 我选的这件外套我觉得比较特别 就是它不只是小湘风 它里面还带着就是有一点休闲和青春的感觉 这件外套就不管是你披着 还是你穿起来 其实都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它跟内搭的蓝白色搭起来 也非常非常的和谐 这里的鞋子选择的其实是这种毛毛的拖鞋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点漏脚背和漏脚跟的鞋子 相对来说还是显得人腿稍微长一点 细一点的 第四套是唯一一条我今天搭了牛仔裤的一套 这个上半身是一个绿色的针织衫 好像今天绿色也挺流行的 说什么要想日子过得去 身上就得带点绿 那这个绿我也很喜欢 是属于那种贱墨绿色的 一点都不轻浮也不夸张 重点是这件针织衫真的是无敌显瘦 就是不管你上半身多胖 你只要穿上它之后 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像瘦了十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某宝上给它的美称是纸片人针织衫 这个针织衫你是可以单穿的嘛 扣着扣起来就行了 但是我里面是搭配了一个白色的小背心 下半身我搭配的是 only的一条喇叭形状的那种牛仔裤 这个裤子我选择的是九分裤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就是比较凉快 反正这个整一套搭配下来 也是会让人觉得特别青春又活力的 但其实你们还是能看出来 像我们这种大腿特别粗的人 其实穿牛仔裤还挺吃亏的 真还不如直接穿裙子 把你的腿给挡住 反正这一套我是觉得 如果你下半身比较瘦的话 你穿起来肯定会比我穿好看 一定位置就在腰以上 绝对不会超过腰的这个位置 还是那句话为了显腿长 第五套搭配其实是我妈给我选的 这一整套的衣服都是VM大 他们家衣服以前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上半身这个牛奶外套 跟刚才那件不太一样 刚才那件上半身会显得宽松一点 这一件就比较修身一点 而且它是半修的那种 最主要是下面搭配的这条裙子的裙形 真的绝了我跟你说 就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 屁股大大腿粗的人 一定要买这条裙子 就是完全把你的所有缺点全部挡住 而且会显得你的整个腿型很好看 算了也没有很好看了 反正就是会比你穿那种裤子要好很多 因为你穿裤子的话 它就是完全会暴露你屁股那个位置的缺陷 你知道吧 这条裙子可能是因为它腰瘦的比较紧 然后下摆又做的比较大一点 反正就是会显得整个下半身 就很轻盈的那种感觉 上半身的内搭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吊带背心 这一套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种 而且这条裙子的印花 是完全没有那种非常土 或者非常廉价的感觉的 上半身这个牛奶外套的背后还有一个豹子的图案 反正整体还是比较偏活力 偏少女感的一套搭配 这套搭配的话 下半身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运动鞋 或者翻裤鞋的 接下来第六套衣服也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搭配 因为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牛奶裤都不太适合我的腿型 所以我穿这套的时候 我底下搭的是一个尖头的鞋子 就没有搭运动鞋了 因为你如果搭运动鞋的话 会实际上显得你的脚踝更粗 腿更短 这套下半身也是一个纱裙 记住一条原则 裙子要么短要么长 千万不要刚过膝盖 刚过膝盖的裙子在我眼中只有欧美超模才能穿 就算你一定要穿的话 你也一定要搭配高跟鞋穿 这条纱裙它里面是偏卡其色的内衬 然后外面是黑色的 我上半身搭的也是黑色的一个卫衣 这套搭配其实你有点说不好 它是个什么风格的 反正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条裙子也是我为数不多 有得到值单夸赞的一件单品 而且上半身穿黑色也会显得人比较瘦 下面一套搭配其实是我自己乱搭的 上半身是Basic House的一个镂空毛衣 真的非常镂空 它这件毛衣上全部是洞 所以我里面是搭了一个白色的背心的 不然的话会稍微有点漏 下半身是我直接在某宝上随便买的一条裙子 这个裙子它的裙心其实不太适合我是属于包屯裙 但是因为它外面加了一圈流苏 反正视觉上也是不会让人觉得你的屁股很大 而且流苏走起来非常的性感 有一种带风的感觉 来让我们摇起来 反正这套我就觉得很好看也很遮下半身的肉肉 完美 最后一套其实是我在Dara买的一套下装 这个下装啊 为什么会拿出来说 因为它真的完全不符合我之前穿衣服的风格 有那么一点点商务休闲风的感觉 上半身是一个白色的针织小上衣 下半身其实是一个竖条纹的西装裤 别说真的这个裤子比我之前穿的其他裤子都是要遮肉很多 尤其就是竖条纹的竖条纹显瘦嘛 反正这套我是觉得在大家都穿T恤 配短裤或者短裙的那种夏天显得还是比较特别一点 而且也比较精致 没什么好处的 反正我还挺喜欢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像我们这种离形身材的人穿搭的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裤子不一定比裙子更遮肉 第二就是如果买裙子的话 要么买超短裙 要么买超长裙 千万不要买刚刚过西的裙子 第三就是无论上衣是何种形态的 一定要短 刚刚卡在腰上很好 如果没到腰部的话那就更好了 还有我要问性提示一下 今天穿搭中出现的所有的衣服都没有链接 因为大部分还是在十几点买的 如果你们想买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网上面搜一下同款 另外还有一条所有人的通用的终极原则 就是穿你自己喜欢的衣服 不要听别人跟你说什么 哎呀你这样穿好丑 哎呀你这样穿好胖 哎呀你这件衣服已经过时了 关他啥事啊 花他家钱买的衣服呀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几套春夏穿搭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记得关注评论 点赞这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